呛呛三人行 刚才徐老师在谈犯错误 现在你知道最大的错误 就是生活作风的错误 现在有一句流行词 叫做反腐靠脱裤 出了一个侠女 大家就知道了 叫赵洪侠 说是这个农村出身 继校毕业 名字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这么一个女的 创下了一番反腐大业 你觉得她名字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了 有什么 她的名字很有象征性 怎么讲 有首歌听过没有 日落喜山红下飞 在世道八八音鬼 八音鬼 胸前红花 胸前红花 银菜响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最重要的是下半段 下半段 你们仔细听好了 歌声飞到北京去 毛主席听了新欢喜 夸奖我们歌声好 夸奖我们枪法第一 哎哟 厉害厉害 红侠 这样的名字 有历史性 研究文学的 就是不一样 我再跟你说说 还有些微博上讲 就是说 她有让所有官太太 嫉妒的才能 是横跨官场和国企的美女 她一生充满传奇 曾创造出比刘翔还快的男人 她以清诚容貌为武器 每一炮都精准命中反腐 所以说枪法第一 主席都夸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有人批评了 我们再这么聊 要注意 会把社会风气带到何方 有一个叫吴家祥的这个人 就说 刚才咱们俩说的这一切 充分反映了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犬儒化 就说 你这香港才子 你知赵峰霞的故事吗 我知道 我们以前谈过 可是不是谈他 是谈他的那个男人 雷正复 我们也谈过他整个这个事情 现在是一水的 全揭露出来了 而且是党报都 没全揭露 都批评了 没全揭露 那当然还有很多 他那个 他那个给他爆料的那个人 他不第一个爆出一个雷苏鸡吗 朱瑞峰 朱瑞峰 现在他说还有几个 对 结果那边重庆那边就透出了一大串 那个据说 朱瑞峰说 我那要弄的几个 还不在那个名单上 哇 他们就死定了 你说他原来透出来那一大堆 还不在他的名单上 而且这个朱瑞峰 你知道这人也挺神的 他算的这个记录 他总结出一套规律 就比如说他能现在跟你说 这个官员三天扳倒 这个是需要三十天扳倒 而且你知道他总结的这个规律 其实却是一个人性的规律 我老觉得是你说官员这种好色什么的 其实看来天下人都好这口 因为他说 就是你举报所有的贪官 如果没有性 这个事情不能引起充分的注意 但包括给他爆料的人 都是说他贪了多少多少钱 他就说那不行 你得有这个事情 有这个视频 有这个视频 而且人家朱瑞峰 什么逻辑 人家朱瑞峰现在要求非常高 爆料的那个人 就雷正复给的那个人就说 你拿视频给我 一看经过剪辑的 说不行 原版 那人说原版好像一部电影 他说那不行 说这个人说 你等我回去商量商量 然后朱瑞峰马上就知道 是他后头 对 有人 他跟谁上 有组织有限 后来那个人跟他交底了 说是重庆公安内部的人 把这个视频给他的 我这个人最喜欢技术性的细节 我现在全都清楚了 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 早就被抓了 永皇这个集团 永皇集团 开公司的叫萧业 你别听听我说 他原来不是做地产的 原来做什么服装的 对 然后呢 他2008年开始 三个女孩 赵洪霞是其中的一个 三个美女 都是他公司雇的 这个赵洪霞呀 实际上先是这个萧总的情人 然后这个萧总就训练他 忍痛可爱 这算女间谍呀 训练他去 而且是甚至做过培训 就见了官员 该怎么说话 他们一般啊 做事是这么做 先是这 红霞 比如给雷征富 或者给 最近一下撸了十个嘛 重庆的清剧级官员 和国企的这个官员 然后 先打电话 说上次咱们在什么什么会上 你还记得我吗 如果对方回答这个不记得 就跟他说 你忘了这个萧总 还有我们的什么合影呢 然后呢 如果官员回答 记得 这就开始叫滴滴 就说哎呀 留下很深印象 然后呢 这个有的时候官员开始 你知道吗 想起来之后回短信啊 就开始追这个美女 因为漂亮嘛 到头来还到送官员 竟给他们送好多礼物 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相约开房 第一次开房 拍视频 这个在他们的包里 针孔射录机 要回来之后啊 这个宵夜他们审片 没拍清楚 就再开一回房 一直到拿到完整的这个视频 这叫仙人跳啊 这典型的仙人 而且是公司化的 就是拿到这个完整视频之后 下次就桌奸 桌奸都是排演好的 一个人是男朋友 是女人的男朋友 一个人是说 声称是黑道上的 记得光张 先把这官员打一顿 你知道要不说 雷正复也是一个豪杰啊 也是一个 也是一条好汉啊 硬汉 硬汉呢 雷正复当时赤身露体的 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说你打我 雷正复当时肯定说 你的女人她要跟我睡的 是吗 她勾引我 就跟打起来 结果一般就是视频一拿出来 就就谈谈吧 谈谈吧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宵夜再出来 到那边谈谈 安抚 放心 没事 这个视频我一定给你处理好 走人 就这样弄啊 硬汉就软了 就软了嘛 就被人拿到视频了嘛 就拿到视频 然后是到后来 雷正复是因为啊 受讹诈不过 就向当时重庆的领导人汇报了 对 当时王立军就抓这个事 王立军一抓呀 就说了一个什么假刻公章之类的理由 就把这个公司老总给抓了一年 然后呢 就放了 而这个雷正复呢 好像还升官了 副书记 升成了书记 你知道这里边 为什么这个爆料的人 朱瑞峰 说 他说 我觉得这项官场内斗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 给我爆料的那个人 拍着桌子跟我大骂 说 他妈这个雷正复 从副书记 他还升成书记了 他说 如果真的是反腐 用不着这么愤怒 这个洪霞案的前前后后啊 其实是一连串的以黑打黑 你看这个 第一个打以黑打黑 就是那个姓肖的这个商人 对 他觉得雷正复等等官员 利用权力 生意帮自己的兄弟 他拿不到生意 所以呢 他用了这么一个 其实是犯法的手段 这个去打击这个官员 你说他也在打击贪官呢 但这是以黑打黑 对不对 那接下来 王立军他们 也是以黑打黑 因为他明明是 他这个犯法是这个偷拍嘛 是这个讹诈嘛 这个是 而且他是主动的来 来那个行贵嘛 结果呢 他没有去惩罚这些 他给他找了另外一个理由 就惩罚了 但是把这个罪名去掉了 私底下等于在奖励雷正复 坚持党信 因为雷正复没有屈服嘛 项目没有交 所以王立军这里边 又是以黑打黑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就是 我就不好说了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公安 为什么要通过外面的人 用过全国人民的网络的愤怒 来批评这个事情 而不是直接起诉 这个相关的人呢 这都是可以 有法可依的 这里雷正复的犯罪 销那个公司的犯罪 赵宏霞在里边 其实是个女人 做工具 全部都是有法可依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怀疑 整个在最近这段时间 你说的这个床上戏 官员的腐败这个风 这个好处是 全国人民都很有娱乐性的反腐 高度关注 但是其担忧的是 转移斗争大方向 我担忧的是 此风不可掌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嘉辉反映的是香港人 香港官员 可能都已经多年训练 他完全知道 你既然当了官 你就得留下会 坐怀不乱 对吧 你不能像平常人一样 可是你知道 我作为一个大陆的男人 我真觉得说 所以说 你觉得什么呢 讲完吗 人家就有人就说 就是说 你另一方面 你也不要讲 现在就说 赵宏霞感动中国什么的 大家是当个乐 可是为什么说 他这也是犯罪 当然 而且你这种就是等于 所以我不敢当官 但我不当官 我要说 你要真是一个 我觉得特别美的女人 那主动的来勾引我 那我哪能顶得住 对吧 或者说 这又不犯罪 何乐而不为呢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东西 这是两层隐忧 一层隐忧 就是现在这种洪霞峰 这种我们开玩笑说 将来中纪委培养一万个女特工 全国反腐不就完成了 一万个这样 这当然是笑话 因为这个东西代替不了财产申报 等等法律制度的 这个只是百日反贪的一个 但另一个我非常同意你 他还带来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这个手段是黑 在什么情况下 你这个手段 可以用来达到正当的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再简单的说 就是说 偷拍 偷听 是犯法的 重点在说 没有其他手段 我们刚才用什么手段 一定是试过 我猜了 试过了其他的方法 你说黑打黑也好 狗咬狗也好 什么也好 我猜中间有些人 这种事情坦白讲 我猜在当地 也一定不是什么秘密 可能那个总会知道 你一定是试过其他的 比较合法公开的管道 可是没有方法 但不管你是怎么试 以我们国家的道德 法律的基本线来讲 我们要确认几条 第一 贪腐是要反的 第二 你这个手段是要合法的 现在这个偷听偷拍的 这个事情是不是犯法 我觉得值得大家反复的讨论 对 甚至包括上回我们讲到的那部 我说新世纪文学最高的程度 陈燕女士的创作的 纪实小说 这个先去广告 咱们可以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看看今天三句话 赵四小姐从16岁开始跟张学良 跟一年属奸情 跟三年算偷情 跟60年便称为千古爱情 民国初的名记小凤仙 如果跟了民工就属于扫黄对象 他跟了菜鳄就千古流芳 如果跟着的是孙中山 很可能称为国母 还有一个老板玩小三玩腻 而小三渐渐大龄 逼婚不成索要千万赔偿 老板原想杀人灭口 后财务总监献计 以提高文化水平为由 由老板出资十万 让小三上了EMBA班 班上老板如云 小三一下迷倒众生 每两个月小三就不理老板了 还给了老板一百万封口费 最简单的方法 你想方法等他离开你 所以刚其实几条 我都想到说 你要跟谁 选择跟谁很重要 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听起来假如子冬说 现在要培养多少的 十万个女特工 所以我觉得全国 有一万就不得了 我觉得全国贪官 没有其他选择 改为爱男色 爱男人 你知道培养里边也有男的 是吗 那我们女官也很多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的角度都很好 都说的是 一般咱们所说的 反腐的这个角度 但是我说这些事 你像我听起来 我越来从上次讲 中央编译局局长的 所谓长燕女士小说 包括最近我看着 林林总统的这些个 脱裤反腐的这些新闻 我心里就有一个冲动 我就想说 你知道吗 我该怎么说 从某种价值观上来说 你当得这个官 你肯定 咱们就说这些男人 你是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这个就不用说 咱们先肯定这个大前提 可是啊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女的这么做 但不太好 我不知道我是站在哪个 哪个立场上 比如说咱就上次讲这个长女士 对吧 我就说咱就从朋友之间就讲 你这个女的 你头怀送抱的 你给人家这个钱的 那么最后 你是爱上人家还是怎么样 你不满意 然后你就把这个男的就搞得 这个搞烂搞臭 天下尽人皆知 自个儿也玩崩溃 我觉得这个歇斯底里 这个让人瞧不上 这个很多男的我也瞧不起 但是有些女的 我觉得你这样做事 让人瞧不上的 怎么没有品呢 为什么要搞到这样 在道德层面上 讲没有品啊 不遵守合约啊 被行信役啊 这些都还比较 怎么来说 大家都理解 大家都理解 也没有谁认为 他这个手段高明 我还是一个 比较相信法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法的问题上 这方面有些模糊了 我们先回头说 假如不是一个贪官 假如是随便一个人 男女 大家是和情理的上床了 但是其中有一方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未得到对方的同意 把床上镜头拍下来了 然后他拿这个东西来 要挟另外一方说 不管你是给我户口了 给我关了 或者钱了 男女都可以做 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先确立一个原则 这件事情本身是犯法的 就香港是犯法 对不对 这个最轻的叫 侵犯肖像法 对不对 屁股也肖像那一部分 对不对 人家背也肖像那一部分 对不对 偷听 这就是犯法 那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拿来作为证据 来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呢 通常我们common sense说 如果你牵涉人命了 如果这天晚上 发生人命案了 你这个东西拿出来 来证明你清白 谁犯罪 大家肯定不会说 你这个偷拍是犯法了 或者至少这个不追究了 你牵涉强奸了 你看这个你可以拿出证据来 杀人放火了 就是这个是或者牵涉 这个巨大国家秘密了 这个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更大的罪 一个更大的法律需要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法律的依据 除此之外 你拿来证明人家小三婚外情 中国作风 甚至是一个官员的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以黑打黑 以黑打黑带来法律上的非常大的将来长远的坏问题 作为普通人 我们说偷拍 比方说你在路上偷拍人家群体 偷拍凶 就是犯法 可是现在那个情况不仅是以黑打黑 本身是他偷拍来证明他牵涉到他滥用公权力 不管是他中央编译局还是什么贪官 他用权力滥用了 等于是有贪污行为 贪污不仅是权 他证明的只是他跟他发生关系 但是有没有滥用公权力 这是另外的事情 他能证明的 比方说那个赵宏侠的镜头 只是证明雷书记跟我有这个性行为 对 可是一拉拉出来 其他就不挤这个了 他这个永黄的这个公司 这就说到我刚才跟你讲 永黄 他到底是名字也挤的 辉煌的煌 再照辉煌 他是2008年你知道吗 收齐了这十几个官员所有的掌握视频之后 开始转型 转向什么呢 房地产业和市政工程建筑 你想这一下子 有人说他在某些这个官员主政的地区啊 获得的这种是最少百万 高则千万的这种工程啊 这种利益 你知道现在中国的商界的人士啊 转自己的行业转得快 快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一是他的比方他的打击对象 他他有了这批的人可以讹诈了哈 他的行业就转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你的亲戚啊 从一个岗位调到另外一个岗位了 本来是主管交通的 现在突然去管教育了 他下面的公司马上就应教科书去了 你明白吗 就是跟 所以现在的权跟钱的结合的关系啊 就是这样的在流通了 对 那我们谈的法律哈 我们都同意了 一定要守法 不管你偷 当然不让你说了 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没有我还在想刚才文涛说 常验那个情况 对 刚开始他可能是为了什么 求换工作 对 甚至求了钱等等 后来说他真的爱上了 用了情 那我觉得说我们刚已经谈门法律 谈门贪官难权 我们的同意不能走 那我回到一个人的立场里面 因为我们常见嘛 这种女人叫常女士 就说我爱呢 我当初可能我的动机 动机不太重量 可是我爱上你 你魅力太大了 我有权利改变想法 所以我就纠缠你 对他来说 这是合理的 可以的 被容许的 因为我们常见嘛 比方说什么 所谓的小三 他刚开始一定是说无所谓的 没关系 我们晚一晚 have a good time 有个好的美丽晚上 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 三个晚上以后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抱怨了 对不对 怎么过中秋节 没办法 你不能陪我 怎么过情人节 你不能陪我 怎么我周末 不能打电话给你 他抱怨就来 可是对他来说 这是可以的 这是他的理据 伦理上面 他有权利去做这种追求 因为以爱之名 我爱上的 不过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爱情纠葛 这样的爱情纠葛太多了 主要是因为是马列主义编译局 你知道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我们都上过政治课嘛 大家都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嘛 所以他这个位置使得这件事情 变得特别的引人注目 就事论事 这一对男女各有弱点 都是悲剧 没有什么特别可以 而且你自己写的东西 把两个人东西写的东西 你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全部揭露出来 这个是也不道德 所以这伟大的文学作品嘛 都是悲剧 就是说这个没有谁是好人 不幸的家庭 有不幸的各种不幸 我是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怕 我要说性爱 是人间非常美好的滋味 我们现在人类自愿的 这么乱搞 会把这个东西破坏殆尽的 现在男女之间 已经是防备之心 越来越强了 你这样的话弄下去 我就觉得有样学样 或者说是谁对谁 都留着一手 你知道我上次听一个男明星 跟我说 现在我跟一个女的睡着觉 这女的去洗澡 她就翻女的包 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说在今天 哪怕是一夜情 你都玩成这样 我还听过有人说 一夜情都要大爷头套 以免被偷拍 你知道 偷拍也是打死都不认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喜事录